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战11分8篮板 王庆明8分 本场最佳 拉杜丽查双20名不但分不足本场比赛 拉杜丽查作为首发登场 22投11中 得到姜与术队最高的25分 并抢下了20个篮板球 其中8个前场篮板 在第四节的关键时刻 在拉杜丽查的窗帘下 将苏队临续突破上篮得分 打住13-2的进攻高潮 将比分反超 最终取得比赛的胜利 在球队小外援戴森 发挥不佳的情况下 拉杜丽查 扛起了球队重任 比赛交点交战力14一战罢 双方共交手21次 江苏肯蒂亚13上8负战具优势 江苏队首阶进攻端低于首阶比赛中 江苏队两分球 出手20次命中4球 三分球也无一命中 仅得到12分 青岛得分过于依赖双万元本场比赛 青岛队双万元和立卡下用13-21篮板 得分占到全队的62.4% 戴森首秀中规中矩 首轮缺席的江苏小外援戴森 本场比赛迎来首秀 七步登场 两分球八投二中 三分四投二中 得到16分三篮板没有助攻并且还有三次失误 曾在第二节的一段时间将其换下 在第四节与吉普森的队位中 完全处于劣势 本场比赛表现可谓一般 比赛挥顾首节开始 江苏队连续远头部中 板冠青岛队一上来板客为主连续得分 开局4-0领先 之后的比赛 双方在场达两分多钟时间内一分未得 拉杜丽娅抛头得手 打破得分框 随后 王庆明和张成宇连得五分 此后 江苏队的命中率仍未有所逃转 吉普森和少金伦连得六分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九分 首节战法 青岛21-12领先 次节比赛 拉杜丽娅篮下勾手命中 率先得到两分 此后 吉普森连得四分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 随后 青岛队利用约翰逊的那些优势连续得分 随着吉普森三分再次命中 青岛30-14领先 尾端 江苏队值分气势凶猛 戴森上来了手 得到加盟江苏队后的首分 不过青岛在双方元分差时中微微缩小 大场战法 青岛队48-39领先 一边在战 戴森和拉杜丽娅篮得五分 将分差追至四分 随着毅力加法免重 开局打住12-3的高潮 双方占至51平 之后的比赛 青岛队回击7-0的小高潮 重新掌握领先优势 尾端 拉杜丽娅篮下连续得分 将分差缩小到两分 随着约翰逊扬杀命中 三节战法 青岛队75-69领先 莫杰 拉杜丽娅状态火热 在他的带领下江苏队 打出6-0的高潮 最后时刻 青岛队依靠着吉布森的个人能力始终掌控 比分领先 而江苏队连续打出转换 将分差缩小至四分 青岛无奈暂停 吉布森进攻犯会被罚下 江苏连续上篮命中 将一分反超四分 约翰逊命中关键三分 史洪飞两罚一中 此时江苏队领先两分 随着约翰逊最后一攻三不战 江苏主场103-101前胜青岛 双方首发江苏 刘维 拉杜丽查 伊丽 侯玉凡 史洪飞青岛 约翰逊 许家涵 敌翼 王庆明 张承宇下轮对阵 常规赛第三轮 10月25日 青岛回到主场迎战广州 10月26日 江苏继续坐镇主场迎战福建 日立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